波蘭蒂颱風重闖南台灣 高雄盛產的巴勒與蜜藻 損失產重 從前都還沒完成 每一支颱風又要報到 果農苦不堪言 果農越講越辛酸 因為上回颱風來 把蜜藻園的往事吹壞 農民才剛花4萬多買新的來蓋 沒想到又有颱風要來 而且高雄蜜藻原本已經長到拇指般大 眼見就要結果收成 但波蘭蒂颱風過後 蜜藻樹葉子乾枯 果實焦黑 經過一個多禮拜 破掉的往事還沒修復 被打落的蜜藻也散落一地 另外巴勒的情況更慘 5、6月時 因為南台灣接連大雨 把果實打落 果樹經過4個月 好不容易又長過 沒想到9月莫蘭蒂颱風 強風把巴勒樹吹到幾乎全島 一年以後才能再種 損失超過2億 現在又有颱風來 果農心在躺血 莫蘭蒂肆虐虐 高雄燕巢大社 巴勒蜜藻果農 損失慘重 屏東種艾文芒果的農民 也不好過 因為艾文芒果 果樹超過5成 質感受創 殘季恐怕往後延 遇估產值 重創無異 這沒幾個會開花 明年這一兩個枝條好的開花 結果率也只有幾幾顆而已 莫蘭蒂前腳剛走 梅姬後腳又來 損失慘重的果農 還來不及修養生息 又要面臨颱風考驗 真的毫無奈 記者 紀博師張中華 陳昭谷 屏東高雄報導 назад 報了 製品 製品 被 稍ove 被 盯 ุ